教學上面 OK 那接下來的話請各位 再看另外一道題好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數學函數請各位再幫我開啟另外一道題 就是叫黑名單篩選好了 OK 所以待會請各位幫我開黑名單篩選 黑名單篩選其實有三個工作表 那這三個工作表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怎麼樣 請你幫我檢查什麼呢 檢查查詢名單裡面的這些email信箱 是不是黑名單 是不是黑名單 是的話呢幫我把這些黑名單挑出來 是黑名單幫我挑到這裡 挑到查詢結果 幫我列出來 OK也就是說這兩個要比對一下 那以前的話你要怎麼比 當然第一個最笨就用什麼用眼鏡 要不然就是你可能用Ctrl C 然後呢到這邊Ctrl F Ctrl F就尋找 然後Ctrl V貼上 找找看有沒有 尋找 找到了 那表示他是黑名單 可是問題 你會發現這個查詢名單這麼多 Ctrl向下 以前其實底下還有啦 我只是說把它斷開而已 5000多 因為這個範例是真的 這個 真的有一個 這個 在職場上上班的一個學員 我 他提供給我 問我這個問題 他說 老師 我每天都要比對 大量的兩個範圍資料 到底 有沒有 有沒有兩個範圍 比如說 這個查詢要照 黑名單裡面查 然後呢 我想要知道 到底這些名單裡面有出現的還是沒出現的 我該怎麼做 他沒有 好的方法就塗法六眼鋼 可是問題真的沒有效率 可是要怎麼做 最簡單 OK 你待會再來看這個部 其實像 你們的那個點名也是這樣 我有 像我有請各位 自行到我的那個部落格簽到 好 那 主要就是說 我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我怎麼知道說到底你有簽到 然後呢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來上課 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兩個範圍的比對 好所以待會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兩個範圍的比對 好來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喔